霍草 当我看到陈楚生拿出这首歌 我才明白 227亿的唱功绝对没那么简单 今年在披荆斩棘的舞台上 陈楚生的强势杀猪 让所有人不知所措的同时 也彻底开启了他和芒果台的厮杀 毕竟早在16年前 陈楚生就差点被乐坛抛弃 16年前当所有人都以为 陈楚生可以傻穿半个乐坛时 殊不知陈楚生在快南刚刚结束了那段时期 他亲手毁掉了自己所有的前途 而一切都如陈楚生在9年前翻唱朴朔的那首歌一样 在他事业最颠缩的时候毁掉了一切 不过这次陈楚生时隔两年再踏芒果台 他依旧选择了16年前 他在参加快南时所翻唱的 齐琴音老师的一首歌 只不过这次陈楚生能否像当年那样 一路披荆斩棘勇夺第一 影鱼还是替他感到了一丝丝的担忧